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希望和他平平安安简简单单的生活 他却总是不知道满足 这么多年了 我事事都顺着他 不和他吵架 他总是抱怨我 让他憋火了 年轻的时候 有时候顾不上家 单位安排出差 他就十分不高兴 还老倒别扭 现在年纪大了 还老嫌我生活过得苦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王先生 65岁来自黑冬江退休 来 有请王先生 有请 女嘉宾王女士 65岁来自黑冬江退休 来 有请王女士 有请 两位都姓王 说结婚有40年了 对 接着来是 我有很多的委屈 很多的难处 结婚了40年 在我心里一直在毕业去着 我跟他恋爱开始 好几年 他家房子非常小 他有爷爷奶奶 还有弟弟妹妹住9米的房子 完了之后我们出了好几年 没有结婚 完了没招了呢 就是出进租房子去了 在租房子当中呢 你说我俩挣30多块钱 一个人挣30 俩人挣60块钱 他呢 还老出差 出差我弟呢 买米 买菜 买煤 租房子是平房啊 咱得烧火呀 是是是是 他就几乎就是全都不管 都是我一个人 第二年呢 有了孩子以后 完了他更是不管了 我还得整孩子 送托手 什么什么都是我一个人 是是 那时候我也在上班啊 完了特别有一次他出差了 完了我去那个买粮子了 我现在孩子睡觉了 就给枕头堵上他了 结果回来呢 孩子掉地去了 那脸的嘴都卡破了 都是血 那时候我的心情我特别难过 不行他又不出差 在家帮我一把 我能这样吗 所以我就是 这心里始终就憋着 是是是是是是 你那会要出差是吧 对 单位工作的比较忙 没办法 对 所以 无奈 这经常出差 嗯 他把孩子卡了 那就是 他就没尽到当母亲的责任呢 那怎么就都是我的责任呢 你怎么就一点不管呢 我不也可 也也在家的时候也管 你管你就正常下班 你现在回家 你这个单位干活了 哈哈 单位什么 是挺忙 我还是单位的那个先进工作者 哦 所以这个时间呢 照顾家呢 就比较少 啊 这是避免不了的 我也想做 是是是 这个 这可恨得有一次 我在家蒸馒头 那次你没出差啊 你上班 完了 各家蒸馒头了 孩子跑出去来 都四五岁了 忽然跑回来了 那个手卡那个血啊 他出去玩的时候 完了外边院里有那个玻璃瓶子 他缠着上去了 那血出的 我领着孩子往医院跑 啊 跑到那 大夫给你缝了凹几针 弄出我的心情 你知道不知道 我回来跟你说 我说孩子手卡出血那儿了 你都没直升 我妹妹批评他就不说了 哈哈 那就是 那孩子就被卡了 那还要 是是是 叫我老婆啊 是不是啊是 我也是忙 这还是说 有时间了 你就老认为单币忙 你说人家 正常你们下班是五点 你回来帮我也行 你还老有礼 还有吗 有 他那个年轻的时候是 长得一表人缠 有一回 我们上街买东西要回去 过年过节 有个女的楼上楼下跟着他 我瞅啊 这女的怎么上边瞅的 下边瞅的 没动到老瞅的 我心里吧 就行是 这个人认识你是咋的啊 我问他他说不认识 这么多年就在心里 要了有个结 这啥结啊 那你说 你 他长得帅人 你看他一下嘛 那你是不是有关系啊 那你怎么跟着你呢 他怎么跟别人呢 帅啊 这个事吧 就 我跟他说 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清 那是什么人呢 那个 到现在 我也不知道 他要说的这个人 是单位的同事啊 还是我们的邻居 您都不知道是吧 他始终就是 诬赖我 我可没诬赖你 有亏 那个咱家有事 我上单位找你了 跟你们单位 碰见那女的了 是 有可能就是 我分不太清 可能就是邻居 反正是我 没做对不起他这事 不是 这事多少年了呀 这事是 三十多一点时候啊 年轻时候 这不都六十多了吗 那这个事我也可信 这不反小厂吗他 因为这个事吧 憋气的我有病了 什么病啊 憋气的我 就成天老行事啊 完了 有一天上完班回家吃完饭 第二天起来不会冻的了 浑身疼 就一点也冻的不了 疼的你真的 那个滋味是没法说的 就为这个事 老憋气老行事啊 就不能冻了 浑上家就不冻的了 大夫怎么说呀 就浑身这肉全都疼 大夫怎么说 医院都看了 人家说就是你生气憋火啊 可能就是窝那块了 那就是这些肉疼啊 就不能冻了 咱们可别生气啊 气声大了冻不了 后来怎么又能冻了呢 后来他那个灵的我到处医院都看到了 完了就是说是又去按摩又啥的 完了就是我就双拐 一点一点好了 哦那说明大哥不错呀 不是还有啊 他那个把我背整外头去了 他去上班呢 那雨有一天哗下的 那给我交的 我连躺了 带雨交的我 那时候我都行 你说我活的干啥呀 就这么交我 那你说他又能回来 说给我整屋去 我也不至于着重大罪啊 家离单位特别远啊 他有病 我给他搁自行车推着他 求医问医药各处看病 看病的时候 人家就说得 去晒晒太阳按按摩 这我就给他背出去 这个关键是这样的 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阴天下雨 管不了啊 是是是是 那这下雨了 那这挨沦了 是我心里不得劲 那是没办法 这过去的事了 他这老叨叨 这么些年 沉芝麻烂谷的 老都揪起来了 是是是也不容易也不容易 你根本拿我们俩俩就不上心 你已经收拾给人家 帮人家干活上心去了 我们俩结婚 买了一块表 这个表吧是一块好表 完了我就带了没几天 他呢给人家同志去收拾表 收拾来收拾去 把我这表这个零件给人家安上了 给人家表走了 我那表到现在 这这四十年还个家愣着呢 那会儿学雷锋是吧 对那个时候是确实 我年轻的时候呢 这个脑瓜比较好使的 愿意自诩的 我就给修表 这同事朋友有 有有有有有有 谁表不好使了 咱们帮手手手手 尽点心 不是 你是帮手的事吗 咱家就挣这点钱 你用那钱 去买的收表的零件 买那个给人家收表的油 给你点了油 花了一百多块钱 我天啊 那个时候 确实他可能有点心疼 啊 这个事就是 咱检查那个收表 零件不好使了 这着急坏了 那零件 这赶紧的 没办法啊 现在就买不行 我家里那给他换上 这不朋友同事的这事 也得咱得尽上心呢 是是是 这给人整好了 给他擦完油 你一叫上油 给他送去 想被人打托了 你挂手表吗 你还收拾锁头呢 家里大锁小锁的 给人家配钥匙 给人修锁 修锁门锁 给我修外头了 我进不屋啊 是 这个事吧 你说修锁啊 都是自学 嗯 没有老师教 难免就出现一些失误 这是 感觉失误的时候 这个锁不好使 开不开了 着急 越着急越开不开 那你说你进不来 找个开锁公司开开了 这开锁公司 不花钱吗 这什么得花钱 那也应 那你不买那个东西 哥那咱家过日子 是不能宽度点 那也影响不了 这个生活 还没影响 那谁帮你一把呀 那这个过去的事 这老板小强 单位有的同志 人家上外边去开厂子去了 因为他有手艺 让他去 他给单位一个月 挣几百块钱 人家出去一天 就给他好几百块钱 他不去 他不去 我说你就去吧 咱家住房去的日子 你去吧 死活不去 完了整个日子过的 儿子结婚时候 我俩把我们 住那个32米的房子 到处来给孩子结婚 娶媳妇 完了我俩又管朋友 和亲戚借钱 买了个28米房子 到现在那么住的呢 到过年过节 儿子孩子 媳妇都回来 没地方住 一共就28米房 连厨房什么在那 搁那挤的 你说他要熟悉挣钱 是不是我们能宽度点 他就不去 是是是是 为啥不去啊 当时那个年代 国营企业的指购 单位培养了这么些年 真本应该把自己的 全部的力量 都投入在这个企业里头 报效他 我个人的考虑 如果到私人企业那去呢 他给他创造了一定效益以后 我在国营企业这边 他们有一定的那个 腐力待遇 到那去了以后呢 那就是短时间的 他以后呢 也就是不用你了的时候 你就啥也没有了 我是这么考虑的 明白 理解 我理解您这个 但是您俩人肯定不理解 现在有房了吗 现在就28米房子 你说 孩子现在 孙女上学三年级了 你说他当时他要处于挣点 是不是咱能帮孩子点 是是是是 我俩就住28米的房子 是 现在呢 我俩从那个退休以后 就是省吃俭用 攒点钱 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20年 我买一件衣裳没有 买一条裤子 买一条鞋没有 这没有 没有吧 所以您今天来是要想把这些苦水都倒一倒 对吧 是 您直接说不就得了吗 不是 你说这么年我跟他受了一些苦 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 今天带来了一个本分的好人 在那个时代尽自己的本分 对 踏踏实实实实实在在本本分分的为自己所在的单位工作 甚至不顾及家人的一些感受 对吧 对 热热心心的为邻居服务 有的时候邻居家的事甚至好像比咱自己家的事大 对 对吧 碰到了时代转换的时候 总觉得要考虑过往的一些东西 所以没去跟那一步 结果发现跟那一步的人都富裕了 咱的生活好像还在过去 老两口有意见有冲突了 行吧 你们看看吧 我觉得您这辈子特别委屈 真是委屈 我真觉得就是听你这个我都觉得特心酸 要不就算了 你看下面好多这个阿姨好像对叔叔都挺有兴趣的 您要不就放手吧好吗 阿姨你好像还舍不得是吧 因为这么多年了过了吧 你说她是老是她本分 对 在咱最难的时候咱瘫痪不能动的时候 明天被子咱到处医院去看 还整孩子还还想到这一点的 您看看您刚刚说的时候 你都没说这些 我一说有别的这阿姨们您就着急了是吧 把这些好又想起来了 平时您跟叔叔交流是不是也老抱怨他 老指责他说我这辈子跟了你 我算是倒了霉了 是 没想个一天服 对 你说的全是这句话 是 您有没有试着刚刚就是这段话 你说哎呀我瘫痪的时候 你看你竟照顾我了 哎呦我这心里啊特别温暖 你跟他说过这样的话吗 没有 叔叔他没跟您说过这话 刚刚你是第一次听到是吧 对 你什么感觉 终于他能理解我的心 不容易哈 但是他的委屈你能理解吗 能理解 因为啥 我的忙单位的工作 这站的时间太大 嗯 所以对这个女人来说呢 照个家 照个孩子 就像赵川说的 那个年代 因为我是七十年代生的 我在一个工厂里生活 我知道那个时候的工人师傅啊 都是以厂为家 家里其实基本都是女性在带孩子 或者有外婆奶奶在带孩子 男人们全都在工厂里 而且那个时候 如果您是先进工作者 那您基本上就扎根在厂里了 家一点都顾不上 对根本顾不上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生在 咱们在那个年代 都是这么过来的阿姨 我相信如果要抱怨 所有的跟您一样的都在抱怨 但是我似乎觉得在您这种抱怨里 也有一种幸福 甜蜜和踏实 好 谢谢周庆总 谢谢 谢谢 来 请坐 其实听阿姨说这么多呀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 您心里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 看看您把您老公打扮的 四十年还这么玉树临风 哎 英俊潇洒 每一个英俊潇洒的男人的背后 一定有个贤惠不容易的老婆 你说对不对 对 但是 外人更多的是被他的光环光芒所蒙蔽 根本就看不到您的价值 您听到的都是对他的赞 先进工作者 乐于助人 一心铺在事业上 而且很本分 对不对 但是忽略了您在背后的支持 甚至于受到的委屈 没有人倾诉 也没有倾听者 或者说 但凡你跟别人说 人都会觉得 哎呀你知足吧 你可幸福了 你看你老公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 但谁知道 家里人的苦 老公有没有更多的关注到这些 家里头就没有说对错 只有说 你多担担点 他就能轻松点 他在外面多忙点 其实您也是高兴的 对不对 那个先进工作者 那这五个字说起来 您多自豪啊 是不是 谢谢来 莎大老师 谢谢阿姨好吗 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格说 给您们说 说一些什么东西啊 我只是分享一些自己的感悟 其实首先 我是想要向二位致敬的 因为 您二位的婚姻 虽然说在阿姨看起来 那么苦涩 那么苦 我跟了你这辈子真委屈 但在我们年轻人看来 觉得 这就叫爱情 这就叫婚姻 不管再苦再难 我对你不离不弃 然后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 叔叔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大公无私的那类人 他就这样的一个性格 他就是 我从小听我老爷说什么 不占公价一分一毫的便宜 然后全心全意的 为国家去做贡献 我的老爷老的他们 全都是这样去 身体力行的去做 所以 可能有的时候 我们会看起来 特别的无情 但是正是因为有了他们 我们才有现在 这么安定和谐 这么美好的生活啊 所以 我说的更多的是 向你们致敬的一些话 是因为发自心底的 向你们致敬 至于 回到你们的小家的家庭来说 其实阿姨你也有看到 叔叔对您好的那一面 只不过可能对他来说 有一个排位 工作就排在这个位置 然后是家庭 这一辈子不就这样过来了吗 对吧 好 好 祝你们二位幸福啊 谢谢 好 谢谢沙大老师 来 胡老师 好 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 就是能够陪你走到最后的人 你说呢 那些半途而废的人 都不值得珍惜 能陪你走到最后的人 是最珍贵的 你说是吧 其实 你也挺划算的 年轻的时候 叔叔怎么说也是高颜值吧 对不对 当那个女人在上面看着你的老公 在下面也看着你的老公的时候 你内心 特别生气 不不不 人家在看你的老公 而你的老公不为所动 你享受了他一辈子 对你的忠诚和本分 你难道不骄傲吗 你说呢 这个没 没有啊 你没有体会到这种幸福啊 那很简单 那我就可以给你看看案例 有一些长得还算不错 老了还玉树临风的 到最后抛弃弃子的 我想给你看看这些案例 你就会觉得幸福了 你说呢 当然了 忠诚是婚姻当中本来就应该做到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你也不容易 但是在那个时代 有些事情就是没有 我们的生活当中 太缺少叔叔这样的人了 现在有些人太自私 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不帮衬别人 但其实 在他那些所谓不顾及你 而顾及别人的这些事情的背后 你也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 在夫妻之间 没有谁说一个高尚一个卑鄙的 他高尚 那一定有高尚的女作为之称 我相信这些年来 你们在周灵四时和朋友们的眼中 不光他是一个好男人 大家肯定也评价你是一个好女人 所以就没什么好抱怨 既然踏踏实实这么一路走来了 头发一根一根变白 我们就踏踏实实走到最后 好吗 好 祝你们晚年幸福 谢谢 挺好啊 挺温暖的一期节目 就录他们节目 你觉得内心是挺暖的 尤其是你那腰板 绷得那么直 做人做得踏实 不怕别人戳你的后脊梁 对吧 这就是一辈子这么走的 那会儿也很厉害的 先进工作前 逃独飙兵 是吧 是 是吧 所以您能嫁给他婚姻也是被人羡慕的 对吧 其实您虽然心里有苦抱怨 但是每当听到他是先进工作者的时候 内心还是无比的骄傲 就是当我们回头再看那个时代的时候 你发现那个时代里面有太多的东西 可能还挺值得我们留恋的 那是时代的一个印记 挺好 今天其实给我们带来的是一小段历史 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到了在那样一个纯真的年代 最纯真的情感是什么样的 我们看到了 这里面就是有牺牲 有得道 还有其他的东西 无畏杂陈 反正这一辈子也就这么过来了 对 所以想一想 房子真的重要吗 没有房子结婚生娃了 有的时候我们叫要陪伴 要没有陪伴 只有精神上的陪伴 家里所有的琐事都是一人在挑 一样幸福过来 所以爱情有些东西 不应时代变化而变化 要谢谢两位 今天其实给我们上课了 特别好的一堂课 所以您看您都不觉得 您是挺幸福的一个人 还有60秒的时间 一分钟的时间 把心里话说给对方听 40年了 好不好 我们一起进入堂 真情60秒 这么些年了 是不 不辞辛劳的 你治理这个家 非常 因为只有你 这么做了 我才在范围 能更好 我呢 向您表示感谢 今后呢 咱们的日子呢 我就想 安安稳稳 平平安安 简简单单的 过来 通过刚才一些老师们说 我也想着 在我最难的时候 你背着我 在这儿那儿看病 太寡孩子 我现在 行得到了 为了今后 咱俩这么大岁数了 嗯 嗯 也不容易 过这么多 嗯 哎 跟你说什么 行不过渡过去吧 来 请两张啊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两位 来 请关门 来了解一下 这对嘉宾朋友 自己的选择 去开门 请关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哎 突然发现这个泪水是幸福的一种最高的一种表达方式 我相信阿姨的这个眼泪当中一定还是有委屈 但是更多她能体会到的是幸福啊 啊 谢谢她们的到来 让我明白了很多生活的朴素真理 我也希望通过今天四位老师一个新时代的眼光回望的一种方式 让大妈明白 其实她已经是这个世界上很幸福的女人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提问说 我是一个母亲也是一个妻子 是一个很失败的人 我有一段四年多的感情经历 还有一个女儿 可是因为老公的不争气不努力 还有婆婆的强势 一步步的把婚姻推向了死亡 而我也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不知如何是 我觉得不要忙着崩溃 要想一想这段婚姻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老公的不争气不努力 是否也有你的不肯定不欣赏 婆婆的强势是否也有你的软弱任人摆布 所以找到问题的关键 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支持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